大家好,我是阿忠 今天我们来用五花肉为大家分享一款正宗的回锅肉的做法 好吃又下饭,酱香浓郁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工 我们做回锅肉首选后腿肉 因为它肥肉像尖,这种肉吃的比较嫩 好,接下来我们把肉先处理一下 我们把肉给它放入锅中,加入葱姜 加入适量的黄酒去腥 再放入两个花椒 好,我们盖上锅盖,大火烧开 煮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在煮的时候不要煮的太熟 这段时间我们切点配料 蒜苗我们轻轻的给它拍松 拍一下能更好的炒出蒜香味 然后再给它改成斜刀 蒜苗和蒜叶的成熟度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切的时候要分开放 好,切好之后 蒸开装入盘中 炒火锅肉立不了的灵魂,那就是豆翅 我们把豆翅给它切一下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豆翅 这小小豆翅炒出来会更香,更加的浓郁 切好之后我们放入碗中 不容易出料炒,更能激发出豆翅的香味 豆翅的味道 豆翅酱落得越碎越好,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用粉色机给它粉一下 好 剁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碗中备用 蒜我们拍扁 然后如果刀简单的剁一下就可以了 姜切片 装入盘中 喜欢吃辣的话放两个干辣椒 所有的小料备齐之后 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忘了和大家交代了 我们炒回锅肉一定要放在甜面酱 因为甜面酱本身就是咸中带甜 这样可以用来替代白糖 比白糖更加的有回味 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黄酒 给它稀释开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肉也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如何判定肉好没好 我们拿根筷子 轻易的给它扎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捞出 然后给它放在干板上 我们给它改刀 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的时候千万不要切得太薄 也不要切得太厚 不然的话我们在炒制的时候 它不容易打卷 大家看一下 都切成这么厚的厚片就可以 0.2左右 好 肉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炒之前我们一定要划一下锅 把锅滑透 因为我们炒火锅肉 尽量能不过油就不过油 直接放在锅里边干煸 这样煸出来的肉更加的香 更加的有口感 锅滑透之后 我们把油倒出 然后热锅凉油 我们再加入烧起的菜籽油 好 我们把肉放进去 这样我们煎熟的时候 它一点都不更多 大家看一下 好 炒至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微微拌黄 有点发卷 我们下入姜蒜干辣椒 这个煎香 煎香之后 我们下入皮鲜豆瓣酱和豆翅 继续煎 这个煎住红油 煎住酱香味 然后再把甜甜酱倒进去 好 快速的翻炒 先倒入蒜苗段 给它炒个五六七八下 淋入少许的酱油 加入少许的鸡精 少许的味精 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 然后我们把蒜苗叶烧进去 给它快速的翻炒个 五六七八下就可以了 好 出锅之前 我们淋入少许的米醋 虽然既能解腻又能中香 往关火 我们出锅装盘 浓浓的肉香 蒜苗的清香 再混合着酱香味 真是太爽了 我们这一份 正宗的回锅肉炒至完成 大家看一下色香味俱全 好吃又下饭 做法简单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